我們來講一下拍攝時有甚麼難忘的事 是否就是那條什麼 一起做什麼鎮肉鋼 難忘的事就是 因為阿神是一個人工比較低一點的員工 我成功有一次在台上幫阿仔爭取家人工 我就希望用電視節目幫阿神爭取家人工 因為這件事是一個節目 節目未出街的時候 都是叫革命還未成功 所以我這一年就 心靈上和金錢上都支持了阿神很多 那你不需要玩的 你做得好就行了 是嗎 我反而難忘的點就是 其實金錢方面當然是保錡幫我很多 但其實是 因為我自己一直都是受到肩膀的困擾 因為我之前其實是脫了半個教 其實我是拍季前坐在Casting那時弄傷的 但我就不好意思跟導演說我弄傷 因為我免得影響拍攝 然後之後再開始拍醒覺 你知道我打沙包 我不想我那幾秒都打不好 拍到之後的長鏡頭 拍攝Lokman和AKU來過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說過我弄傷的 但到拍這個節目 我真的經常跟保錡一開始 就是吵架 因為他不相信我真的那麼痛 他說痛你就做多些健身 其實原來脫了教是不能夠舉鐵的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脫了 但最後醫生也是他介紹我去 就是看好我才托正我教 我脫了半教年半左右 所以 所以 節目都會拍下來 也有醫生講專業意見 所以貧窮限制醫療態度 即是廉價的醫生病向淺中醫 貧窮是會令人醫不好一些病 還有要找到一個人醫 醫到自己也是一個緣分 就是有時候 我也有給一千元一千多元去看物理治療 密充波 超聲波 鐵打 梅花針 我都做了 但是都不容易 就是要找到一個真正幫到你的醫生 是真的緣分 就是因為真的是這個節目 然後我跟他有一次 鬧得很金 就是之後不及太多 但是就是那個緣分令到他說 他真的相信我是弄傷了 就是他一路都以為我是 找藉口不下街跑 但是原來我舉起已經有閃電痛 那終於可以令到你… 那可以用閃電七年邊 你每次都這麼搞笑 我講不到心情話 好了 講完了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難忘了 而且有多個難忘的東西爆了 我跟你說 我要說真的 他在社交媒體的照片 我跟你說 我告訴你下半身 其實他那時候拿了一條肉巾 這樣拿著而已 所以這張照片是一定不可以公開 我跟你說的 不可以公開有我在 就是你拿的嗎 不是 那條肉巾他拿 我看著他拿的 如果他情錯 我猜不到跑完這部機都出來了 我拍照先 他想留下來 因為其實跑一個全馬 是消耗成3000卡路里的 就是那個加碳肚 是馬上會變成有腹肌的 我其實因為我的腳太痛 我要浸一層浴缸 我的房間沒有浴缸 我借他浴缸 他是一個不是普通的男人 普通的男人洗澡是大約五分鐘十分鐘 他是沖了一個多小時 他是我人生見過沖得最內涼的男人 我問他 我當溫泉旅館這樣玩 我覺得跑完全馬很累 想鬆一鬆一鬆 他也是在床上睡 他也在睡著 我在浴缸上不阻礙他 不是的 也不是的 努力將來一定有浴缸 貧窮限制浸浴時間 因為你窮 就要浸久一點 浸一個本 會有的 會有的 努力就有的 現在其實起碼是八成左右 已經不影響生活 之前是一舉 就已經有閃電痛 現在就緊緊緊緊 但最後還是要靠少許物理治療 和慢跑去康復 所以你本身應該跟七師傅學 所以你本身應該跟七師傅學 閃電七連鞭 那時候你的痛又可以變成武功 伏走 武功也變成武軍生俠 未有個緣分 希望將來有 其實是沒有剪走的 因為只是一個叫做宣傳片 是因為想專注在我們這麼多主持裡面 絕對沒有剪走柳爺的部分 因為他也是在跑步上感染了很多不同的人 還有他對跑步的貢獻也是很多 今天看到大家就更開心 大家都很正敏 前幾天就會比較 我都是用跑步來想不想這件事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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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今天做記招 一定要開心的心情 但我自己很尊重這位大哥 所以我都不懂形容我心情 我還在消化 沒有哭 不是 還在消化 沒有哭 不是 還在消化 你們的跑會是會繼續 一定會繼續下去 一定會 一定會繼續下去 因為我們跑會是很重要的 謝謝支持我們跑會 我們跑會就愈來愈多人 我們希望都 宣揚多些正能量 其實真的不用說一定來到就要 怕是跑不到七分 因為我曾經都跑得很慢 我現在都不是跑得很快 我一定會在最尾裡守著大家 如果想跳船的 不舒服 那就跳船 如果你是慢的 你想跑下去 我便陪你 在最後就跑 裡面很多跑了很久的人 就會說你應該要跑多快 但其實我最主要做這件事 我不是要大家跑得快 我要大家在人生裏 一個大的突破 只要你走上街 你贏了昨天的自己 你明天就會有一個新的想法 希望大家都會 進了全力就可以了 全力已經交代了給自己 不要這麼多藉口 人生有 香港人有三個字一定會說 第一次 那個字就是說沒有 第二次就是說不是 第三個字是說不行 這三個字是他們很喜歡說的 但是不要再把這三個字掛在口上 第一件事 試一下先 好啊 這樣人生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會不會叫ERROR的兄弟去星期六 每次碰到阿Dee踩單車 他都不肯下車 他說在捉住寵物小精靈 最近在捉住默亨 不是 ERROR那些就是 雙細大 他們就是 做回他們想做的事情 OK了 不強迫任何人 我的東西是自發性 不強迫 所以公司都 我逼他 是我逼他給我參加的 但保錡你會不會有 好像他們那樣 三點發燒 四點就很痛 你是 即是有沒有一些疾病痛 我是很少病的 其實我一年大約病一次左右 那很少 本身是因為 就是為什麼會 其實小病痛的人 因為本身窮就會小病痛 你又窮嗎 你脫了 那為什麼脫了 但是他們本身的根基是真的窮 底子的根骨 我以前試過一次地盤 勞損 那個飯盒是很重要的 即是 其實中間我餐了那個飯盒 我掉了一條腸子 我一秒就拿起他直吃 三秒定律 當時我也是沒有肚痛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 其實那個惹人的那個 腸胃已經是去到頂峰 還有保錡有個厲害的事情 他來到每一次說肚痛 他兩分鐘之後出來照錄 頭閉都沒事 即是沒事的 他很快地去 即是 即是你追時間 你都未必很影響 傳馬你去一去 其實我有去廁所 他十多秒就搞定了 他即場即土 因為那個人 很高 我是跟自己的那個 生活和工作鬥 即是我早上班 我就要晚上去跑 如果我下午上班 我就要早上去跑 我要對待我自己 很嚴重地去對待 他凌晨都會跑 即是他 其實這年最多就是凌晨 所以很多大報友說 看到我凌晨 在這個高速公路奔跑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剛剛下班 我不是很想的 但我真的要 還有他試過瘋到 叫我自己坐巴士過去 找他跑 然後沒有車 他幫我叫Uber 走 即是他很兄弟到這樣 因為他說 你照來吧 你照來吧 幫你叫Uber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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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要不用還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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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還 還努力 如果我要請你吃飯 我說我一定是請你吃飯 我是不需要回報的 但是如果你老屈我請你吃飯 我就一定會記在心裏 那他現在的回報率 他的回報 我覺得他個人正能量了很多 開心很多 他起碼認真對待他所有的工作 這件事就是他對我的最好大回報 我其實已經很開心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